未来的战争一定是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战争 无人战斗机是相对于有人战斗机而言的 在战争中早就运用了起来 但大规模普及性的使用 直到最近几年来才出现 21世纪初期 美国率先在中东战场 投入了大型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 其具有较大的航程 较高的飞行高度和较长的止空时间 无人机本身除携带多类侦察设备外 还可以携带小型制导弹药 可以随时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相对于有人战机而言 这类的无人机使用成本很低 维护成本也很低 非常适合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山地荒漠地形中 搜寻当地游击队武装 并予以打击 美国对此类查打一体无人机技术的控制比较严格 但由于此类武器性价比极高 一些军事强国也开始着手研制 沙特 阿联酋 埃及 伊拉克等国均采购了无人机 并将其应用到了战场上 此外 土耳其等国也在制造他们自己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伊朗则根据俘获的美国无人机进行逆向仿制 也制造了多款无人机 实践中主要打击的对象是游击队武装 必要情况下也用于对敌国军队的打击 而在军用无人机摆花齐放之时 民用无人机市场也是如火如荼 一些小型的无人机大量销售 普通游击队也能轻松买到 这些游击队或非政府武装将此类无人机改进后 也能制造出了盗版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限于民用无人机的体量 此类无人机只能携带小型弹药 有的甚至是自爆式的设计 这类弹药虽然对装甲车辆不构成威胁 但对聚集的武装人员威胁却不小 由于无人机的体型较小 不易发现因此防不胜防 在中东战场上 已经出现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 密集使用的情况 其已经从美国军队垄断 普及到了连游击队都能使用的地步 那么对于中小国家军队来说 如何反制无人机所带来的威胁呢 很多朋友认为 反制无人机的话 只要建立全体系的防空兵部队即可 对大型无人机用大型导弹 对小型无人机则用小型导弹或高炮解决 这句话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却是最难办到的 因为全方位防空体系的建立 是消耗极大的 迄今为止 世界上真正具备此类体系的国家 恐怕只有少数国家 至于其他国家 且不说区域型防空系统有没有建成 恐怕连完善的野战防空系统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单单以防空系统来应对无人机的威胁 就现实情况来说 伊朗是反无人机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其反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电子战来俘获 2011年伊朗俘获了美军一架RQ-170无人机 美军评估后认为伊朗应当不具备此类电子战能力 因此认为这架无人机可能是因技术故障 而被伊朗侥幸得到的 此后伊朗再次俘获了美军一架扫描鹰无人机 美军这才重新审视伊朗的电子战能力 但美军无人机仍不断被俘获 RQ-1捕食者无人机也未能摆脱成为伊朗战利品的遭遇 2019年2月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部队司令阿米尔阿里哈吉沙德准将称 经常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7到8架美军无人机已经被伊朗控制 其获取的资料可以共享给伊朗 为了证实其说法 伊朗还公开了一段本应是美军无人机视角的监视画面 画面内容是一架MQ-9无人机正在摧毁一架坠毁在地面的同款无人机 以防机体落入他人之手 伊朗在屡次俘获并控制美国无人机后 还仿制了多种型号的无人机 如闪电 见证者171和见证者129 查打一体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因与美军无人机极为相像 对此类无人机来说 使用技术手段进行压制 干扰甚至控制 无疑是成本最划算的 而对于技术水准更高的无人机来说 使用导弹击落也不是不可以 2019年6月20日 伊朗使用导弹击落了一架全球英无人机 后者属于战略级无人机 伊朗得到了该机的部分残骸 而美军则被迫考虑退役三分之二的同款机型 美军无人机虽然屡次栽倒在伊朗手中 但在2020年初却斩首了伊朗革命卫队核心人物苏莱曼尼 多少算是为之前的势力挽回了些颜面 从美军无人机与伊朗的交锋来看 中小国家如果具备较强的电子战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轻无人机威胁的 而当今世界发生无人机战争的还有野门和利比亚战场 野门的胡塞武装 其实是率先向沙特联军发动无人机攻击的一方 其使用的无人机除了民用机改装型号之外 有的无人机技术源流可能来自伊朗 此类无人机中除了侦察之用外 还有一类是自爆式无人机 其抵达人群上方后便会爆炸 2019年沙特联军的密集人群中 多次遭到此类无人机袭击伤亡惨重 胡塞武装还发展出了无人机侦察定位 弹道导弹攻击的战术 2019年9月其重创沙特石油设施就是这种打法 沙特缺乏有效的反制无人机的设备及战术 其装备的爱国者三导弹系统 对一些小型无人机无法识别和攻击 攻击较大的无人机性价比也严重失衡 而沙特吃了无人机的亏之后 也仿效阿联酋 引入了查打一体无人机 尽管此类无人机实战效果很好 但是沙特联军在野门战场的地面战 溃不成军 目前仅凭此类无人机是无法夺得战场主动权的 因胡塞手中有一批防空导弹 其使用此类导弹已经多次击落了沙特联军手中的大型无人机 但尽管有战果 胡塞武装也无法成功反制 因此说野门战场的无人机混战就是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谁也能击落对方的无人机 但却谁也无法消除对方的无人机威胁 利比亚就不同了 这里罕见的出现了大型无人机之间的对决 其中利比亚西部政权使用的是 土耳其的TBR无人机 东部政权军队使用的是翼龙无人机 TBR在各项性能指标上均被翼龙无人机碾压 在利比亚战场没有出现无人机空战 但却出现了双方无人机互相轰炸对方机场的情况 翼龙无人机由于流空时间较长 因此占据优势 成功摧毁了大量在地面的TBR无人机 2020年1月4日 一架翼龙无人机发射蓝箭7导弹 命中了利比亚西部政权军校中列队的人群 杀伤超过了50人 利比亚全国人口只有600多万人 作战双方的军力只不过数万人而已 尤其西部政权军力更弱小 其根本承受不住此类的打击 因此才有了今年初直接请求土耳其进行武装干涉的情况 后者输送了包括自行高炮在内的武器 以削弱东部军队无人机的威胁 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 同样也出现了无人机的交锋 最初是极端武装使用改装的民用无人机 投掷小型弹药 杀伤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兵源轻型车辆 并攻击俄军机场 最初效果不小 俄军也有战机被损伤 伊拉克军队的应对分为两方面 其一是为部队配备无人机干扰枪 使得极端武装的小型无人机持续作用 其二是进口查打一体无人机 以牙还牙 结果取得了很好效果 叙利亚的反无人机作战 主要是俄罗斯负责的 其除了使用电子欺骗和干扰来毁伤无人机外 也通过铠甲S1等禁防系统 进行直接火力拦截 武装分子在叙利亚 进行了无人机集群作战 如2017年1月初 13架无人机袭击俄军基地 3架被干扰俘获 3架在降落中坠毁 7架被禁防系统击落 2020年2月 土耳其在干预伊德利布的战事中 出动了国产的 ANKAS和TP2无人机 后者对叙利亚军队的装甲车辆及人员 进行了打击 因额土并非交战国 因此当前的反无人机作战 主要是续军进行的 在本月25日 击落了一架 ANKAS无人机 近期可能还有其他战国 叙利亚本身防空和电子战能力较弱 且主力在大马士阁部署 野战防空几乎于零 因此遭到土军突然打击后 损失不小 尤其数名将校军官被定点打击 不过俄罗斯和伊朗 都有比较强的电子战手段来压制无人机 土方无人机技术水平一般 使用中等技术的防空弹药也可击毁 如土耳其德村金尺的话 其无人机可能会被俄方直接压制 叙利亚自身若调集防空阻力到北部的话 也可缓解受到的无人机压力 以上我们简述了目前的无人机与反无人机作战 不难发现如今战场上活跃的 有正规的查打一体无人机和民用改装的小型无人机 小型机不适合用导弹拦截 最好是进行干扰 其干扰设备既有单兵使用的 也有车载式的 或者更系统性的压制干扰设备 大型机也可进行干扰 如伊朗对美制无人机的俘获 但这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 另外大型无人机容易被探测到 因此有像样的防空导弹的话 是可以将其击落的 对中小型国家来说 自己可能不具备相关的压制干扰技术 但可以像有这种技术的国家 采购现成的设备 既对小型无人机有绝佳效果 对大型无人机也有一定效果 如果再复制已必要的防空火力 可以有效应对现阶段的无人机 但对于游击武装来说 想要反制无人机恐怕就比较麻烦了 当然了 如今无人机的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战术也在不断完善 未来更多功能的无人机也会层出不穷 未来的战争肯定会有无人机的一席之地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有补充或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